欧联赛八强首回合比赛 法国里昂队主场对垒 土耳其贝希克塔斯队 但是开梯前20分钟 土耳其球迷向里昂球迷的看台 丢制烟火和杂物 里昂球迷匆忙逃到球场上 场面一片混乱 而在球场外同样有双方球迷 爆发冲突 双方丢制烟火和杂物 警方到场维持秩序 不料球迷连警方都不放在眼里 最终演变成警民冲突 警方被迫出动催泪弹 驱赶姿势者 这场冲突导致原定在9点05分开始的比赛 被迫斩延45分钟 直到9点50分才开梯 而在土耳其球迷的看台上 也有土耳其球迷利用手机的闪光灯 照向里昂球迷表示支持 并谴责姿势者 希望球场上和看台上 不会再发生暴力事件 感谢您的 alleg window 感谢您的rale 感谢您的证明 感谢您的练习